这是我向往已久的学校 这个专业在全国是排名第一的 然后另外也是对北京大学这个学校非常的仰慕 来到这边之后我学习压力会特别大 然后感觉有点怕就这样子 但是我感觉来到这边之后就还是挺欢迎 然后可以交很多朋友 然后学习也是挺想学习的 就很有动力 这里除了有古雅的一面 还有非常非常现代化崭新的一面 不仅是这些现代的建筑 还有它的智慧校园的整个系统等等等等 都实现了非常高的智能化 我之前是收到了港大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 那里学习的法律一般来说都是国际法欧美法系 但是我个人的志向是留在国内发展 然后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直我非常感兴趣 一直想深入学习的一门学科 然后比较之下我还是来到了北大马院 北大是我一直以来的理想和追求 然后我为之付出了在高中三年如一日的努力 我整个高三每天都保持一天学习 11到12个小时左右 我能够来到北大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因为我本科期间的 其实没有很多的业余活动时间 都是用在了学习和做实验上面 我数学不是特别强 所以我一直都更认真的去学数学 我感觉学习质量就怎么用你的时间还是更重要 不能狂学习一直学习太久 不然你不会有动力 然后可能会读死书的 跟着老板好好努力发文章 读上博 然后能够在自己这个专业 自己这个领域能够有所发展 近期的话我们是在选课 然后我希望能选到心仪的课程 然后我也有在了解一些学生组织和社团 我希望能加入一些 让我的大学生活更加多彩 以后走政治或者联合国这个方面 就这个方向 对这个方面特别感兴趣 然后我就是特别想帮助社会 对大学的具体目标 我希望自己能够如北大所言 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 在这里就是不仅学业收获进步 也能探索自己人格方面的领域 然后目前的小目标就是 希望自己能够尽快适应这里的新生活 我想对我的高中班主任说 不要太累了 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所有的老师都想感谢 他们对我真的有耐心 然后对我特别好 然后以后肯定会经常去找他们 我初三的班主任 高兴光老师 是他让我从学习成绩 从一个中游 然后把我挽救到 然后能够考到一个重点中学 才有机会 走到现在 谢谢高兴光老师 谢谢我的老师选择了我 然后我非常荣幸 能够成为他的学生 然后在今后我也会 努力加油 然后跟他一起共同进步 感谢观看